早上,今早我們邀請了教育局局長吳克劍 上來直播室跟我們聊聊天 收音機旁邊的聽眾,你是教育界人士,又或者是家長 甚至你是學生本人,都歡迎打來1872881 跟局長一起對話,1872881 好了,局長早上 早上,各位早上 局長,你這幾天都受到學民思潮的學生追擊 又成熟豆沙包,又包板糖 其實感受怎樣呢?每天去到哪裏,學生都跟到哪裏 立即有兩個感覺 第一,現在的同學真的厲害了很多 他厲害不單只是策劃和組織力 他的思維角度都很強 他問的提問和表達自己是很清晰的 自己真的會很開心,你還想怎樣? 一個年輕的一群,能夠有這樣的能力 我覺得很好 第二部分就是,我覺得 我真的感謝他們 因為我坐在辦事處出來 我有車來游下去比較容易 但他們走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跟我接觸 我覺得這個表達到 他們真的很認真地主動 他們真的很認真,又做些慚愧波板糖 然後又做平反六四麵包 還有什麼政治能量水 我提一提,我知道資源有限 不要花這些錢 你見我的時候就立即和我見 你什麼時候見我就什麼時候見 你吃了它就行了 但不要花這些錢,我覺得很重要 第二,我已經吃了早餐了 如果再吃多一轉的時候 我的體重控制不了 我就要自己自責 留下它還在下午 剛才的慧寧問 這麼多份,你覺得你最喜歡哪份? 哪個最有創意呢? 前天收到一份四塊麵包 在上面寫一些字 四塊麵包 平反六四 即它用保鮮紙包了 一,很有衛生概念 第二,它塗在寫一些字出來 是一個幾合健康邏輯的 你真的可以吃的 如果我不是吃早餐的時候 我真的會考慮 這是一部分 另一點就是它擺出來的時候 它的角度擺得不好 我們幫忙擺放的角度 拍得漂亮一點 這麼合作? 我覺得很重要 但你知不知道它這個概念 是來自卡通片 以前你那個年代叫叮噹 現在是多拉A夢 知不知道這個概念嗎? 我不是很熟悉這個概念 但我很欣賞它的表達 其實那裡叮噹有一塊麵包 就是你考試的時候 你以前考試局 他考試的時候 你拿一塊麵包出來 你印在書上 就馬上吸收了那些書 然後你吃下去 你就會記住 所以學生想你記住 平反六四 我明白了 局長 你都很讚賞學文思潮的學生仔 如果一陣子 譬如你在做節目時段 他們又會上來 你有沒有機會 或者你願不願意跟他們聊幾分鐘 因為我知道下星期你們會見 但會不會有一個 事前幾分鐘跟他們聊天 你介不介意 如果他們是 我幾時都想跟他們聊天 好 如果等一會 學文思潮真的有來 希望可以跟局長 有個幾分鐘的對話 沒問題 沒問題 局長 今早你見到報紙很多都有報道 有關於你們資助出了一套 國民教育的教材 被人說是洗腦 因為內容確實是挺離譜的 先說一下 那本書叫做 國情專題教學手冊 局長 那本書就是這樣的 我們手籌上 現在都有一本 你看過這本書嗎 我看過一部份 昨晚我同事馬上拿資料 在網上版給我看一些 出版就是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我們簡單說一下中心的背景 主席就是楊耀宗 相對大家看會比較是 建制派或左派的人士 去負責出這本書 而爭議性在哪裏 局長你看過 我猜我們讀其中一段 大家最聽得多 大家明白那一段在哪裏 他講到究竟民主集中制好些 還是怎樣好 中國是進步無私和團結的執政集團 他們以服務國家 服務人民為主 管治理念方向相近 確保政權延續性和社會穩定 執政集團有何好處呢 譬如可以長期政策延續 不會經常有政黨輪體很大問題 造成政策招令直改 這就讚中國 在同一版下面有個叫知多些 是講美國的標題就是 政黨惡鬥人民當災 美國因為共和黨和民主黨 經常輪流執提 他們倆因為拉票 經常意氣之爭 所以預算過不了 很明顯中國的集權制度很好 美國的政黨輪體很差 所以大家就覺得這些國民教育 還不是洗腦是什麼呢 局長你也看過 你覺得這個寫法很有問題嗎 我昨天下午知道這件事 我跟同事談一談 因為這牽涉到兩部分 就是一般你看下去的感受 第二如果它是一些教材的話 就是專業的角度去看 從兩個角度去看 第一樣你看得到的就是 它是不是講的事實 這是第一點 它的部分可能 如果看回前面那一節 我都問它有沒有一些多角度的資料 譬如一些毒奶粉其他有提到 譬如你美國的政治 它提到 但是是不是多角度 這就是個問題 第一是不是事實 第二是不是多角度 這兩個部分 我們覺得我們都有關注的地方 如果我們不認同這種方法 這個我們是很清楚的 我們覺得是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坐下來 跟他們談一談 究竟是哪個地方出了錯 今天下午我打算 跟他們接觸去研究一下 因為我只是從這個 我同事給到我的資料 我要多多少時間 跟他們去認識這件事 局長你也提到 最重要的就是 是不是事實 以及是不是多角度 譬如我把葡儀這本的教材裡面 其中一個內容就是這樣的 他說現在中國主要是由一個黨去執政 這種制度就防止官員在同一個位置上 太久 形成了貪污舞弊 農權熟職 他說現在中國的制度 就是確保到 官員不會在同一個位置過狗 不會有貪污舞弊 農權熟職 我想問你認不認同這個是事實 我只是想討論 但我不想逐一部份去談 因為我剛才提到 我第一次看這部份 因為我剛才才知道這件事 我想我真的要詳細看你整本 以及它裡面的每一部份 但是我只是強調一件事 簡單聽這句的時候 有沒有問題 我沒有聽完剛才你說的 因為我看不完 我幫我再看清楚一點 這裡我們有一本可以拿給你看看 他就說現在中國的制度 是防止官員在同一個位置過狗 形成貪污舞弊和農權熟職 是 在內容的時候 我剛才說了 我同事告訴我 我們是要全面去看看 它怎樣寫法 是否事實 這部份是否事實 我想我自己真的不可以在這部份評論 它指哪一方面 它指哪一方面 滴胃過狗 我只記得 大家關心我 我再說我自己的說法 在不同地方裡面 一些領袖 一些企業 或者一些政府的領袖 有很多地方 一個人坐了很多年 第二 年紀很大 都還坐在這裏 即是和這本書不符 但是在這幾年裡 這十年裡 我到處去不同地方談的時候 跟一些當地的政府官員 或者一些專業人士談 他們都說 起碼我們都要有個時段 一定要更換 第二 看過去那十年裡 一些領導人士的平均年齡 真的在下降 很多地方未必能做得到 我只是說事實 我只看數字 這方面 真的發生了這件事 所以 從這方面 我就不想片面 只知道一兩部份的資料 我就說它對 還是不對 但是我就告訴你 要多看一些 根據什麼資料 事實說這句話 不過從你剛才的說法 一進來的時候 去評論這個教材 是不是也有個結論 就是你都認為 這本書 這本的教材 去做不到事實 和多元的角度 那你已經覺得 是要打一個大交叉 給這本書 我們都看法 我們都出了新聞 我都說 這個我完全認同 就是教育局都覺得 今次這個 在這部份的資料裡 是有這個偏差的 你覺得它最偏差在哪裡 我沒有詳細看 我只是看了部分 我只是看了這部份 我只是看了這部份 你覺得哪部份 你覺得有偏差 一就是多角度這部份 第一就是 A的例子 你就說正面 如果B的例子 你就說負面 那是不是B的例子 你應該說正面 然後A的例子 說負面 這方面 就是我的理解 在那個篇幅 和內容的分佈裡面 是有偏差的 香港是出版自由的 如果有些出版社 他出去出一本書 他有偏差 那也沒有辦法 你有不同的版本 但這本書最大的問題 就是 他是來自教育局 就是用公帑去資助 既然如果局長 你都認為他是有偏差 而又用教育局資助 而本身出這本書的機構 也是一個整個機構 都是受教育局資助 很多錢 年年沒有800萬 都1000萬 例如剛剛又拿了800萬 這幾年都是 一千萬 八百萬 一千萬 八百萬 每年經費 扔錢給他 我想問 既然是這樣 現在一個受 這麼多公帑資助的機構 出一本 連教育局都覺得有偏差的書 那教育局可以做什麼 我想有幾件事 馬上看得到 當然我會和常比 再詳細談談 在今天之後 做這個活動之後 有兩點看 就是我的理解 就是 我們是一個贊助 一個角色 一個贊助角色 第二 贊助和資助 我想資助 有些直接給你買服務 那些叫做資助 等於一些福利團體 那些叫做資助 那你有一個直接的負責 你贊助可能 只是針對一些大項的事 去做一些 這個叫做賺助 不要笑 這本書的封面寫著 資助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他是說你資助 不是說你贊助 我昨晚得回來的資料 就是我們贊助的角色 那他還罪犯多一條 我覺得這是欺騙大家 不是 他拿了教育局的名字 出來招搖撞騙 你也沒有資助他 他說你資助我 我剛才說 我是很坦白說 我所知道的暫時目前的地方 在電話裡 謝謝你這麼坦白 我也很坦白說 我看到這個資料 就告訴你 雖然他有其他活動 我也想了解一下 今次如果真的 我的理解 第二個 我的理解 就是外判式去做 這份事情 他找外判去做 所以 幾個層面 我都需要把握事實 第三件事 我覺得 就算我剛進來 有一個第三者覺得不妄 我也覺得有問題 這個也是事實 所以 你可以很肯定 我一定會親身跟隨這個個案 但是 給多一點時間 我認識一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好嗎 如果是這樣 我回覆幾個步驟 如果這本書 表面上看起來 根據你們的出稿 只是說內容是偏頗 你也說他有偏差 你會不會公開呼籲 學校不要用這本書 因為現在 每間學校都派了三四十本 給學校 我要很小心這句說話 我講這句說話很容易 但是我不希望只給一個例案 在市面上 在一個學校的教育區裏面 很多不同的團體 都製作很多不同的物料 可能更加偏差 你從另一個角度看 譬如說 我很喜歡一些 全港最大的教育團體 老師團體 都做很多的物料 我不會因為這件事 以後都會被禁止他們 要經過很大的 審查 我們要小心 雙方面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我會覺得 一就是 出了事 第二件事我想說的 就是 其實我們鼓勵 在國民教育 每個學校都受到的資助 就是去發展自己的物料 根據先生 和經驗 和自編很多的教材 這裏都是另一種形式 所以我都要小心 不會說 我全部是100%去監管 這方面 亦有自己的創作 所以你希望你明白 我的平衡的角色在這裏 如果你是老師 教德育及國民 你拿到這本書 你要去教 剛才我提到的題目 就是說 中國專制又如何好 美國政黨又不是如何好 你見到這個專題 你會怎樣教學生呢 我都教過書 通常我做法 就是我不會依靠 只是一個課本 譬如我講兩個小時的書 我可能需要六種不同的物料 的教材 然後我就選擇 我認為好的地方 那你會不會 直接不用這個教材 剛才我看了 剛才你講的幾節 我就不會用了 因為我覺得 不得全面 但其他資料 是不是好的 我就看一看才行 好 即使都應該呼籲 你不用 即是你自己用 以身作則 其他老師都不應該用 不過有份 因為這本書 是由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去出的 其中有一位小學校長 叫黃君瑜 接受報紙訪問 他都說 國民教育讚中國好 有什麼問題 這件事沒有問題 很正常 你對校長這個說法 你有什麼回應 等於美國一樣 我有些事情我都會讚他 我有些事情我都會彈他 香港一樣 我一樣會讚 一樣會彈 譬如我不會覺得 因為讚而不好 或因為彈而不好 香港也有很多問題 也有很多優點 我也會這樣一個角度去看 黃校長其實是很資深的校長 我們前幾天才開個會 跟他一個教聯的組織 也很專業的組織 我不知道他整個談話是怎樣 以及很全面 所以我不給他意見 他講得是怎樣 但是我只是強調 每一樣事情都有幾面 我再強調 香港也有好和不好 如果只說香港好 我都會覺得不對 譬如局長你都很強調 這些事情有好又不好 最近推出國民教育科 你可能有一群人支持 但是我也看到很為數 尤其是教育界的人 其實都很反對 你會不會覺得 在這麼紛云的時候 其實就急不如先不要實行國民教育科 我作為第四日工的新教育局局長 我想我一定會拿多些 多方便的意見和討論 因為我只聽到一些幾天的資料 我就做一個決定 那真的太闖絕 而且大家都希望我們討論多些 應該還有少許時間 現在到九月 我就已經安排了 就算是學生的團體 或其他團體 我都會特別安排一些 我叫做Round Table 一個圓卓的會議 真的大家全面講出來 正如我所講 譬如下個星期和同學開會 我會請一些專業教授 一些在這方面的推動者 也有些教師遇到的問題 以及同學一起去磋商分析 然後拿回大家的意見 但我很想先搞清楚一個問題 你作為教育局局長 究竟你有沒有權 由你去決定 去否定不再推行國民教育科 你說你剛剛上班 不適宜做這個決定 但是根據特首委任 你做這份工作的時候 有沒有說明 國民教育科 你不刻劍 可不可以現在你聽完所有意見之後 最後就是你樂彩說 我覺得不適合 社會不接受 我不推行國民教育 可以嗎?有沒有這個權 或者這麼說 這個問責制之下 這個政策科 是我負責的 是我問責的 所以最後呢 我相信我還是要作出一個最後的立場和決定 這個一定是我的責任 因為責任這麼重要 所以做與不做 我要強調一件事 很多的工作已經做了在這方面 我也不希望 一個說話 打垮了以往 可能做得好的地方 我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例如特首已經告訴你 你一定要推行這個 我沒有看到任何這方面的資料 我只是看回理念上來說 我希望他對個人 對國家 文化其他方面 認識 你說了私外的政綱 沒錯 是有說出來要做的 這方面是指一個整體 要做的 不一定用國民教育科 即學校推進教育科去做 可以是 例如將中國歷史導返必修科 例如搞好一些公民教育科 也一樣可以 我的理解就是 早一段時間 這個教育局也做了一個 挺全面的調查 有成一千多份的資料 回來給我們 都提供了很多的意見 因為這樣的意見的時候 我們都是提出了 這個 是一個修訂案 推行的修訂案 和那個時間表 大家記得在小學三年 設計教育開始 這個就是我的理解 他們現在的業界都經驗了很多 所以這次這個事件 我覺得是挺不好的一個事件 但如果你剛才的教育局 是拿了一千份的調查 如果有足夠多的人 去告訴你 是不想推行 那你會不會是 你可以有權決定 還是不推行呢 我只是想搞清楚這個權力 是可以的 如果根據你的說法 如果大家覺得 在他各種的理念 我們不要說 那個名稱 那個名稱可以很多種名稱的形式 我最近聽到很多意見 但是如果裡面要求到 對個人 對家庭 對香港 對國家 對全球 的一個個人的價值觀 對個人的態度 對那個思維等等性 那個歸屬感 那個叫個人的歸屬感 那方面大家認同的 只不過是有什麼認識去推 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就是 在推的時候 是用什麼學習過程去做 是用什麼物料 什麼形式 由誰去推 這是第二部份 或者 對方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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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趕緊要看新聞 回來再談 交易局局長吳克劍 現在就在直播室 1872881 聽鐘可以打來 直接和局長對話 電話上局長 我們現在有張小姐 早晨張小姐 早晨 各位主持 局長你好 早晨 早晨 張小姐是家長還是教育界人士 我是家長 也經常要在大陸工作 我對大陸的體會是很深刻的 剛才局長說到要以客觀的事實和多角度 我想請問我在大陸經常見到的 例如大陸細節一個保安隊隊長 甚至一個村長 再想去做一個派車上所長 或者公安局局長 要做到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用錢買回來的 全部都是用關係去投回來的 我想問如果你想我下一代真正了解國家的話 這些客觀的事實 不知道會不會都放在你們的教材裡面呢 國民教育是否應該教這些呢 局長 多謝你 家長 多謝你這個問題 我是保持一個這樣的態度 就是擺事實講道理 如果它真的發生了的時候 為什麼不行 這是我的問題 第二呢 第二呢 我覺得呢 老師啊 學校啊 校長啊 都是有權自己去選擇自己的教材 就不要給個別很專制 只是單一給一個組織去做這些教材 這是第二個我們一定要確保的 變成不同材料都可以拿出來 去編排 然後給同學去分析 還有教他們怎樣去分析 明白 那即是六四呢 你絕對覺得可以放在教材那裡 其實呢 六四呢 我看到幾本教科書都有的 即是平反六四是否都可以在教科書上 那裏呢 很多方面有關六四的情況 那裏呢 都有小了很多 局長 因為我看到你對六四的態度 其實都 有調整 近期的調整好些 最初不肯說到後來肯說 但是呢 你說呢 你當時 你都是一生人哭過四次 那你因為六四都哭過一次了 那我們很想問呢 其實當時你因為看到什麼畫面 所以哭了怎樣觸動 哪個畫面特別觸動你呢 即是黃懷而臨站在坦克車前面那個 還是李鵬戒嚴令的電視情況 其實你是看到哪一幕令你哭呢 我記得那天 美國回來之後呢 跟著跟家人吃飯 好像有生日會 那麼呢 突然間電視也看到這些情況 看到什麼 我們有一些沖擊的學生 走來走去 有個電視裡看到 有些丹卡裝了很多受傷的人 那我們就是 因為一位聚會 我們沒有坐著看 但看到以後呢 我們停了 跟著跟著聽過很多的評論 有很多的訪問 都是很多不同的,很散的一些報道 電台也很多,我們都聽電台 我當時很驚訝 我們整晚在這裏看完之後 因為我不喜歡被人看,我很少表達自己的情緒 所以之後我才躲起來哭,這就是我當晚的感覺 其實過去二十多年,你有沒有參加過任何六四的活動 諸光晚會、遊行等等? 我沒有 但每一年六四,你自己都會有感受嗎? 我每一次都看到這些資料 因為都這麼多年,也有很多不同的報道 我的外國的朋友時不時都傳出很多物理出來交流 我也有留意 局長,我覺得今天跟你在這裡談談 覺得你的態度都很坦率,也有一個好的交流 但我有些疑問就是,為什麼當日傳出你的委任 記者去問你有關《平反六四》的新聞的時候 你不可以將你現在在大電波和我們一起說的感受 說出來 你當時感受到什麼壓力令你覺得 你那一刻其實是不應該回答的 在這幾段時間,有幾個情況我需要很小心 因為我也有幾種不同的公職 很多時候,過往經驗告訴我 當我給一個事實的意見的時候 或者一件事件的意見 那些人就把背後的組織拉在裡面 他又問我個人意見 接著他報道出來,就是我代表一個組織 譬如說,你知道我之前還在做另一個教育的機構 機構裡面也是比較敏感的 即是考評局 那時候,如果我講一些話出來 那些人就將它解釋為這個機構的立場 這是我完全不想看到的事 所以,我是不願意給別人有機會 這是我自己說的事 是大詞題 所以,我很少是這樣的認識去表達 還有,我又覺得個人的感受是個人的 因為我們呼籲聽眾打電話上來 電話上來 電話上有一個你也熟悉的朋友 他打了上來 就是立法會議員張文光 張文 你好,你好 早晨,張文 有什麼同局長說呢 是啊,我有幾點想跟局長交流一下 第一個就是,局長你當然會很奇怪 或者你覺得很特別 就是為什麼你一做了局長 那麼多人 由記者到學生 都喜歡或者要求你對於六四的問題 是有個說法 其實他是在考驗中 究竟這個局長的心 是不是跟香港人一起在一起 那個情況 譬如他的例子,張炳良 他一做了局長 連平反六四都否定了 說要調查這件事 你就會想像到 香港人其實是在一個最關鍵的事情上面 希望這個局長,尤其是教育局長 他心在香港 他心在跟學生和老師同步 這是第一樣 第二就是有關國民教育的問題 其實先頭就討論到那本教材的偏頗 證明他真的聽著我們節目的局長 是啊 實際上 你會留意到 根本教育局是 贊助也好 資助也好 你是資助了兩個國民教育的中心 一個叫做國民教育中心 一個叫做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但實際上 那個機構背後 都是同一批的人 譬如楊耀宗就是兩個中心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你資助的人 本身已經是人大 譬如今次寫這個手冊的人 又是人大設奉船 因為他是浸會大學的 幫忙寫這半書 沒錯 那你會想像 一個人大主持的機構 一個人大去寫的教學手冊 他怎麼可能對於一黨專政 是會否定呢 他就是一黨專政的得益者 如果不是他怎麼可以做到人大 那但是呢 在香港 我們比較希望的 更多人希望的 就是有一個普選的多黨制 我們否定的黑黑就是一黨專政 那在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去支持這些中心 這些中心的觀點本身就是偏頗 但是他又有龐大的資源 譬如這個中心你每年給成千萬 不單止這樣 你還有一間學校 給他做那個會址的 鴿章文你覺得局長可以怎麼做呢 你希望他怎麼做呢 我希望局長兩樣的 一 這個國民教育指引 是被香港教師和社會否定 這個是主流來的 你肯不肯收回這個國民教育指引 而推出一個公民教育指引 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 不單止是一字之差 而是一個理念 不單止是教育指引 那局長回應這件事 不如肯不肯收回國民教育指引 推出公民教育指引 張若如是很有經驗很資深的教育家 所以他說的話我一定會聽的 因為今天我第四天上班了 給一點時間我一定會跟隨這件事 我答應你我一定會跟隨這件事 其實政治立場是太單一的團體 希望你能考慮這一點 張若如我叫你張文 這麼老有我不講其他 是 我在最近這兩三天的會議 我都特別建議 我們嘗試再重新檢視一下 我都贊成你 希望是多元的資源發展的途徑 亦是多幾個不同 因為最後我真的很希望 是真正決定的 就是學校裏面的教育老師和學校本身 他們去選 談到這裏 因為聽眾在等 接著有羅太 早安羅太 不好意思 早安 早安羅太 我自己兩個申請 他一入小學的時候 我已經注意那個教育 以前我曾經打電話來跟羅太 羅太負責的時候 羅范招勳的時候 是的 但還是等到現在 我一個小孩子已經做教書 一個小孩子入大學 但是我覺得越來越差 香港的情況就是什麼呢 他們做了白老鼠 很淒涼 父母淒涼 小孩子淒涼 還有我想問兩個一樣東西 一樣 就是究竟什麼時候 我們香港才有小班教學 我說的 譬如三十多人一班那些 我只是想知道是什麼時候 你只是局長 你只需要答我 什麼時候有 因為我 那些十多人是想我 有沒有抱負呢 有沒有小班教學的時間表呢 有個想我 我自己也想我 但我不想見到 那些十多人就是這樣 第二樣就是 我們家裡 是 有其他家人都是做教書 他們淒涼到就是 哥哥 我告訴你 他的同事 尤其是在那段時間 八九十九十幾 九零年代 每個人做到 就是 全身都病 然後要不就是移民 要不就是轉職 要不就是高價醫病 即是否可以優養生息 那我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 我自己的兒子 他教了一年書 他畢業 出來教了一年書 但是他這一年 令到他的身體差了 我是勸他不要教 我想問局長 如果有一些好的 有一些有使命感的老師 見到這樣的情況 怕不怕呢 究竟這個情況 什麼時候才會變呢 什麼時候 我看得眼睛都長了 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時間表 小班教學 第二個就是教師的工作壓力 多謝羅太 第一個小班教學 是有很多討論的 就是最近年 特別是白熱法的討論 特別是擔心人口的變化下調等等 所以我同時 我理解 我同時已經出了一個 這個前教育局長 已經出了一個特別的一個安排 就說 譬如那些班數 以前是六十一人三班 已經轉到五十一人三班 局長 那些就是因為要殺校 所以你救他 但譬如Bang1 那些學校 收購生 其實他做不到小班 第二就是我都開始問 我們可不可以再重新討論一下 小班教學的部分 也都有很多的意見 告訴我 那個尺寸也是重要的 因為根據很多的研究 都說 很多研究 很多各方面都有 為什麼提到呢 就是如果班數太小的時候 會影響同學在不同的多元化交流 根據你這樣說 真的有時間搞了 所以你沒什麼時間 我會覺得呢 就是這個小班那裡 我要求 也都建議 彈性處理 不過局長 既然剛才羅太 聽眾提到羅范招勳 那坊間都說 羅太引致你 你讓我回答他 先讓羅太問了兩條問題 羅太 我短時間做的 我就會說 彈性處理 然後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再重新檢視 但是羅太 如果你回答他 你給他一個時間表 他想要時間表 你給他幾個年份 由現在到這幾個月裡 我會再做三十至六十日 各種的諮詢 我會一方面跟同事去研究 我希望在九十月裡 有清晰一點 這方面的做法 就是會給一個時間表出來 是吧 第二件事就是 教師壓力 工作量在那裡 是 真的 你看看 就算是特首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要重視和正視老師的教學 整個工作量 在裡面我調整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有比較多的指責 就說這個是SBA的校本平衡 提出了很多 你看到這個考評局 在幾個月前已經做了一個微調 第二 重新檢視 現在有九科正正在推行 本來是二十四科 我們在這個八月之後 七月二十日之後 我們開始馬上檢視 有沒有需要那麼多科 繼續去推 時間表需要不需要改 形式需要不需要改 這個是其中一個工作量 另外一點就是 就算是這個班數等等 我們都希望用這個形式 要強調一件事 為什麼會亡得那麼厲害 因為教改剛剛推行了這個十年 過去三年 今年是正式落地的 我們希望落地之後 以往那種摩石子過河的可能情況等等 都不再發生 你問問羅太的問題 其實我聽完之後 你根本都沒有答到 局長 不過仍然都是工作壓力 仍然都沒有時間 不過不要緊 因為你剛才都答應了 如果學問思潮的同學來到 就會跟他們聊一會 他們現在就來了 不如我們就安排一下 只剩下幾分鐘的時間 你可以跟他們有個對話 學問思潮兩個年輕人來了 講一下自我介紹 叫什麼名字 我叫Sylus 我是學問思潮的一個成員 你今年中幾呢? 我今年中六 學問Ivan也是中六的 剛剛考完 剛剛考完 那就把握機會 第一次跟局長對話 不如問三條問題 好 這樣先吧 局長其實我們過去 不單止是這個星期 其實七一之前 我們都不斷有單章 或者一些訴求 是被教育局的 我們就真的想 其實今天就不需要我們再去問你問題 因為我們給了教育局這個訴求很久 看看局長 你知不知道 我們的五大訴求是什麼 還有你有什麼回應 他考你 局長有 不要緊 其實是 主要是裡面有說到 因為傳出了黨員讚寫的問題 就是教育給中共去讚寫的問題 另外就是裡面有一些 課程是含糊不清 因為第一份文件是有教育事例 而第一份文件是沒有的 刪除了 另外也有些撥款資源的問題 以及少數續略的問題 但我們最關注的當然是 究竟是不是洗腦的問題 看看局長你有沒有什麼回應 OK 第一就是 黨員那裡 我後來也有回去問 你們問的問題 我很認真的 有一晚我們吃飯 我剛才遇見其中一個教授 我當面問他 有人說黨 你怎麼看呢 我只是說回 名字我就不說了 因為有幾個在這裡 他就說去北京的教育部門 他就說 一 他只是有人叫他給意見 他就給意見 他聽到原來這麼麻煩 他就說不要了 我不再參與了 所以如果純粹那一兩個名字 你們心裡看 我的理解就是 只是很多的 我們鼓勵多些不同的專業中心 去發揮這個課程的設計 其中一個情況之下 他們並不是擔當我的理解 他們並不是擔當實質的工作 他只是提議一些的部分 因為他們說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趣的答覆 告訴我 Eddie 在不同的國家 都有一些專才 去提供國家本身的資料 收不收回你的學生 這是第一題目 這是三條題目 第二條題目 我回答到他們最緊張的 小孩 在兩節最會 我已經跟你說了 就是 我不想看到這兩個字 我都很反感這兩個字 我和你們說過的 我是希望 學校和老師 有很多不同的物料 是他自己可以選擇 而不是只派他選擇一個 第一點 因為你們最擔心的是 你只給一種物料 我一定要教那個 這是第一點 第二 在教的過程中 我們是把最大自由度 給學校自己去處理的 我們考都不考 因為你考的時候 有機會說 我是問這條的 你一定要回答 你是不是要怎樣怎樣 我們這個都不做 你記得 我們本來都要考試 我們就不考 變成沒有一個主導性 一定要你做掉 不做什麼 這是第二點 最主要就是避免了 大家心裡覺得 洗腦這個字 整個課程中 最主要說的一件事 就是 你多角度去思維 個人價值觀 對國家 對環球 對香港 對自己家庭 對自己的價值 和負責感 只有這麼多 洗腦那裡 我再一次這樣教你 學生 因為今天只有三條問題 我就不跟局長講 重疊的問題 因為你剛剛講到這麼多範疇 其實我們現在讀的通識 正正就是有這些範疇 更加不應該再次設一個科目 Anyway 我提出關於黨員的問題 其實已經有雜誌 是踢爆了 直接說出哪個黨員 國長你不說名字 直接是 那位譚傳寶 叫做 去讚寫這個課程 其實他自己也有承認 他自己也承認了 中聯辦那邊不承認 特區政府那邊的立程又如何 其實很多事情還是不清楚 那麼我們認為 那麼不清楚的情況之下 究竟局長你說 給一些意見 給一些意見是怎麼給的呢 是多大程度呢 多深入呢 根本那麼多事情不清楚 市民第一次做諮詢的時候 這個諮詢是沒有披露的 現在其實是天經地道 就是要先撤回 再做一個諮詢 因為那麼重要的information 其實市民根本都不知道 是的 我想問問局長你 其實是不是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很應該再去做一個諮詢呢 如果純粹是一個針對的部分 就是某一個或者兩個人的參與 剛才我已經告訴你 我跟當事人 因為我那晚第一次見他 我多數問這個問題 他跟我說的就是 如果是這麼麻煩 我就不做了 我說你做了什麼來呢 他問建議 我說建議一些大綱 一些意見給他們 他們用不用呢 那當事人接受 雜誌訪問就說他是他寫的 我沒有看到那個雜誌 所以我不知道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我只是告訴你 我一手的資料裡面說到的 因為事實講道理很重要 簡單說 黨員是否不應該參與這些讚寫活動 黨員我不太熟悉 政制裡面的情況 黨員的意思是指什麼呢 黨員是總共的黨員 我不會覺得 譬如說 我不會因為 他是有特別的政治立場 而一些如果他是能夠專業做得到的事 他又能夠貢獻到的 我用與不用 我當然決定 但我不會說 這筆人一定不准他做 我又不會覺得這樣看 是吧 但我又想請問局長 那位譚傳寶是身為一個 中共讚寫馬克思主義教材的一個學者 你就算找他提供一些建議 你怎樣避免一些小孩的情況出現呢 還有會不會你邀請一些黨員來 去參與一個讚寫過程的事務 會不會有一個中央或者西環 干預我們的教育內政事務的情況 另外一件事 我的理解 我們並沒有指派或聘用任何人 我知道 其實局長從這個小小對話 你都感覺到 學生其實還有很多疑慮 不過今天的時間就有限了 不要緊 其實最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真的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局長你之前主動跟我們說 要跟我們有一個對話 那我不希望今天就這樣 我們就說要安排一個對話 那局長是否可以給他們一個日期 下個星期三或星期四 五點鐘 我們要求一個公共的 不是我們在密室 我要有一個要求 你可以第二次這樣排 沒有問題 但第一次 因為我答應了你們 你們對整個過程 課程、干排、交授等 我找了幾個專家、幾個老師 坐下 你們有多少人 我們幾個 專家是否可以公開呢 照樣的專家都是公開的 那些名字我給了出來不要緊 但是是一個深入交流 所以我們是一個環境去交流 因為時間關係 希望下個星期三、星期四 星期三、星期四 星期四、星期五點鐘 我們先談到這裡 夠了鐘